摩西分鴻海 十集风吹半天 献神机 圣经记载先知摩西 率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时 向上帝祷告 祈求神机出现 让鴻海一分为二 让犹太人可以渡过鴻海 这个圣经故事 曾多次被拍成电影 现在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分开鴻海或许真有其事 美国国家大器研究中心 科学家朱尔斯的团队 最近根据考古资料和卫星测量 进行电脑模拟 推断神机不是发生在鴻海 而是尼罗河三角洲 三千年前的一条支流 与细胡椒会处 若被时速101公里的东风 连续吹12小时 海水会往后退 露出一段陆地让人通行 时速101公里的风力 相当于十集风 可把树拔起破坏建筑物 威力强大 像这样 假设我的手是水 river and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water shifts this way and splits at the point of the bend So there's water on both sides and a bunch of refugees can come walking across or running across when the wind stops the water suddenly goes back together again trapping anybody who's pursuing and who's left in that crossing 科學家推斷 海水分開後露出陸地通道的時間可長達四小時之久 洞新聞綜合報導